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7号下午在北京钓鱼台国民港会见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 习近平指出杜特尔特担任菲律宾总统期间 本着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依然做出改善对华关系的战略选择 中非关系得以重回正轨并蓬勃发展 为两国友好交往做出重要贡献 习近平说中非同为亚洲发展中国家 两国发展跟着于牧林友好的周边环境 跟着于合作共赢的亚洲大家庭 中国奉行清晨慧荣的周边外交理念 一向坚持与林为善 以林为伴 中方始终重视中非关系 愿同非方一道 推动中非关系行问志愿 希望杜特尔特继续为两国友好合作发挥重要作用 杜特尔特表示 感谢中方对菲律宾经济社会发展给予宝贵支持 特别是慷慨帮助非抗击新冠疫情 发展非中友好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利益 也是大多数菲律宾人民的愿望 他愿继续为推动非中友好发挥作用 凤合一事 综合报道